进入腊月,年味兼农 每年这个时候,河北搞成囤头村的气氛就拉满了 刮竹条,做灯架,蒙步照,苗金线 村里看不到闲人,家家都忙着做灯笼 也难怪他们这么忙,谁让人家是中国工灯第一村呢 在咱国内,每十盏工灯中就有八盏出自这里 天上北斗星,地上搞成灯 年产销量超过一亿对,可是妥妥的节日氛围担当呢 今年的囤头村尤其忙碌 因为他们手里的订单产值比上一年增加了10% 超过了20亿元,眼下正家族马力生产呢 这不,红火的场面也引来了媒体的关注 河北新闻联播就又又又又对他们进行了报道 为啥搞成工灯今年这么火 这还得从首届工灯产业博览会说起 以前啊,囤头村人搞推销都是走出去 把店铺开到全国各地 这次他们走了一条新路子 在家门口办起了产业博览会 还拉来了5000多国内外客商 格局就这样一下子打开了 现场成交额就达到了2亿元以上 让销售忘记提前了近两个月 往年来最多生产40万个LED走马灯 今年订单超过了50万个 做工灯快10年了,还是头一次 在工灯产业发展的新路子上 囤头村的动作还远不止一个产业博览会 他们还成立了搞成区工灯文创研究院 并请大学教授、设计师、书法家 想点子拿方案、设计新样式 让搞成功灯拥有更多高端产品 除了下力量高风产品创写 高中区政府还在村中村 梦幻了拱等小镇等特色院区 变动规划餐业旅游 到时候欢迎大家到我们这里 短矿旅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